蜘蛛侠大冒险 游客匕首滑脚模拟弹出手上的蜘蛛丝 与蜘蛛侠并肩作战 帮助解决蜘蛛机器人和大魔王的横行霸道 拯救校园免遭浩劫 美国加州迪斯尼乐园复仇者联盟主题园区 于6月4日正式开幕 6月2日 复仇者联盟主题园区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 加州迪士尼乐园的主题园区复仇者联盟园区 本预计在去年开幕 因疫情影响关闭一年后中屋正式登场 开幕仪式上 气派的复仇者联盟总部 银河护卫队游乐设施 蜘蛛侠大冒险 和奇异博士圣殿也纷纷亮相 多位创意和设计总监 带领观众虚拟探访整个园区的台前与幕后 并介绍了让民众们翘首以待的新设施及场景 包含蜘蛛人主题实验室 以蚁人与黄蜂女为主题设计的餐厅及礼品店等 在电影中占有重要关键的皮目例子 也成为皮目厨房主菜 甜点设计主轴 除此之外 最大规模的复仇者联盟超级英雄阵容 漫威人气主要角色也都现身当天的开幕仪式 包括蚁人保罗洛德 惊奇队长布里拉森 葛摩拉刘伊沙达纳 上汽刘斯木 以及新任美国队长安东尼迈基 开幕后 游客们都有机会在园区任何一个角落 遇到漫威超级英雄扮演者 鹰演的扮演者安东尼德维恩迈基 带来了美国队长的震惊盾牌 并交给鹰演的演员 从而完成了从剧中走到剧外的无缝连接 在全世界观众的见证下 钢铁侠创造的人工智能星期五 依靠钢铁侠的方舟反应炉 点亮整个园区 绚丽的烟花 为当天的开园仪式 画上完美句号 这就是一整个新闻的烟花 这就是一 campus 这就是一整个 campus 《Avengers》的 campus 这么一的地道 这个地方 我没有人身体内 这就是一遍的